大佛顶如来密音 修正了意 诸菩萨万恨 守愣言经 大势至菩萨念佛原通章 尊敬的诸位比丘大德 诸位尼师大姐 诸位四众的善友 大家下午好 欢迎佛佛 请放掌 今天定红非常荣幸 应广东尼众学佛院的邀请 在此地 来开讲 愣言经的大势至念佛原通章 愣言经 经文很长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章 可以说是对我们的修行 这一生要了生死 初三纪 是最重要的一章 愣言经 是所谓开会的愣言 读了愣言经 就能够开智慧 而开了智慧了 所谓误后起修 修行 在末法时代来讲 就要靠念佛法门 来成就 这是在大吉经中 佛跟我们讲 末法 一亿人修行 喊一得度 唯靠念佛法门 得度生死 这是因为 念佛法门 是二立法门 不仅靠自立 自己修行 戒定会的功德力 更重要的是靠 阿弥陀佛 本愿的加持力 二立相结合 我们这一生 必定能够 蒙佛接引 往生极乐世界 就能够真正 得正 手楞严大地 圆满了 无上的佛国 那么这部经 在唐朝的时候 传到中国来 也是很不容易 是印度的高僧 巴拉密地 大使 看到这部经 很殊胜 发愿把它传到 中国来 但是这部经 在印度 当时是奉为国宝 不准出境 那么巴拉密地 大师 就想方设法 把这部经 希望偷渡过来 结果 前两次都没有成功 被海关人员 发现了 第三次呢 大师就 想了一个绝妙的方法 把自己的手臂 用刀剖开 那么这部经 就写在 用很小的字体 写在羊皮上 然后放到手臂里面 等到伤口 就愈合了 他在出境 那么以前是没有 那个X光透视 所以就很成功地 把这部经 偷渡过来了 大师在广州登陆 这部经 也是在广州 翻译 所以跟咱们这个地区 也是很有缘 那么当时翻译之后 还蒙当时的宰相 房荣 亲自认读 当时房荣 原来是武则天的宰相 后来被贬官 远到这边广州 当时广州也属于南满之地 那么房荣和文笔非常好 所以这部经 翻译的文词 非常的优美 在文字的文学著作上面 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那么这部经 也是过去智者大师 在世的时候 智者大师是 随朝时代 那部经还没有传到中国来 但是他听说 听范僧 从印度来的范僧 谈到 这个楞严经的 这个官法 跟智者大师 所提出的 三指三观的修行方法 很相似 所以智者大师 就在天台上 住了一个拜经台 向西方礼拜 希望这部经早日传到中国来 拜了很多年 拜到最后往生 这部经还没有传来 那么智者大师 没有看到这部经 但是后来 传来之后 果然 这里面讲到的修行方法 确实是跟智者大师 所提出的 很相应 那我们今天呢 要讲这部经啊 就 因为是 正式的讲经 我们就按照传统的 讲经方式 先讲 玄意 然后再入经文 那么 玄意呢 也就是这部经的 概要 最精华的 重点的部分 把它提炼出来 这通常是 讲家 他们的心得体会 那一般呢 这个模式 是 主要有两家 一家是 闲手中的 十门开启 主要是 沿用了 华言经的 这个清凉国师 筑经的方法 另外呢 一种是 天台中的 五重玄意 那这两家实际上 大同 小异 只是有 开合 不同 但是 重点的部分 都是 一样的 那么 当然 古时候的大德 他们对 这部经啊 有深刻的 理解 和体会 所以呢 玄意啊 就是 等于 他们的 修学 心得 那么 行家听经啊 一般不听 经文解释 因为呢 经文都很熟了 这些文字 意理 大家都很精通 没有必要浪费时间 去学 通常只听你讲 玄意 就是你对这部经 是怎么个体会 行家就听这个 那么 当然我们现在呢 可能 行家就很少了 所以 还是要讲经文 但是经文前呢 我们还是要讲 玄意 那自己呢 修学 很浅漏 没有什么 心得可谈 那我们采用的 玄意啊 是 偶艺大使 在 《楞严经》 玄意文句 就是他的注解 所揭露出来的部分 那么 大师之念佛 原通章的 注解 经文的注解 也是完全采用 偶艺大师的文句 这个文句 这个文句就是 对经文 一句一句的解释 所以 这次呢 自己 特地 为这次的 讲经 栽露出来的 自己认为 是重点的部分 那么 因为 原本是很长的 这个 玄意文句 非常厚 这么一大本 那么 玄意啊 就 这个 前面就很厚 那我们就 摘操一些 重点的 而且我们 讲解呢 也是啊 因为时间有限 不会要按照 原文 一句一句的讲 我会用白话 把这个 原文的意思 讲出来 那么大家 大家不妨可以看着原文 听我讲 好像是我为大家做翻译 这样会节省时间 起码减少 读原文的时间 那么当然 我也不是这么简单的来翻译 实际上翻译就没什么意思 因为大家对这个古文 稍微能够 懂一点古文 这些文字都能看得懂 我也是会 稍微将这里面的 意理 发明出来 所以可以说是 自己对于 偶艺大师 这个注解的一种 学习心得 我们来看了 五重悬疑 这是第一部分 那就分五条 第一 示明 接着是精明 第二 显体 显明 一部经的体性 第三 明中 说明这部经的 修行的中趣 第四 辩用 辩明 本经的利用 学了这部经 有什么用 第五 是明教乡 说明这部经 在世尊 一代 实教之中 它占据的 什么样的 一个地位 是属于 哪一时 说的 是属于 哪一种 类型的教法 好 我们先看 世明 那我们呢 先解释 这部经的经明 再来解释 念佛原通章的章明 经 叫大佛鼎 如来 逆音 修正了意 诸菩萨 万恨 守 楞严 经 那么在 偶艺大师 这个 注解前面 有一篇 续 自己就感觉到 这个续 也是提纲 气领的 把这个经明 给我们解释出来 欧主 说到 大佛鼎 就是我们 真心 自信的 谜 所以这个 大字 不是大小的大 是一个赞叹之词 它是一个 无限的大 不是相对的大 那它赞叹的是什么呢 赞叹了 我们众生的心性 它是幻法的本体 华言经上讲 因观法界性 一切为心造 法界之性 就是这里讲的 我们极心 自信之理体 就是整个宇宙 万物的根源 本体 一切宇宙的现象 有情的众生 无情的众生 都是真心所现出来的 那么 真心 是不变 那么 虽然 不变 但是它有 随缘的作用 所以说 随缘 不变 不变 随缘 这个真心 随什么缘 是随我们 众生的 旺行 众生有念头 这个念头 就是一个缘起 那么 真心 就随着这个念头 而现出 万法 那么这里讲 容四科 而为是本真 在随缘 现出万法 这个万法 就包括四科 四科是什么呢 六根 这个五蕴 六根 十二处 十八戒 这个叫四科 那这个四科 也就涵盖了 一切的万法 是万法的一个 归纳 总结 像五蕴 是色受想形式 色就是物质的东西 受想形式 就是精神的东西 那么两个起始 就是色心二法 色是所变现出来的现象 心是能变现的现象 所以这个色跟心 展开来 展开来就是五蕴 再展开来 就是六入 十二处 十八戒 这个六入也叫六根 六根能入六尘 眼能见色 耳能听声 鼻能嗅香 舌能肠胃 身能处 意能够圆面法尘 所以这个眼耳鼻舌 深腻 对应色声香味处法 六根对六尘 就叫十二处 再加上六势 六势是 这个六尘入到六根之后 由于意识的作用 产生了分别之中 就产生了识 所以这个产生眼耳鼻舌 深腻的六识 总共加起来 就是十八戒 那么就是色心二法的 展开而已 那么这次讲 一切的万法 都是真心随缘变现 但是随缘变现万法 它当起就是本真 那个真心是没有变的 那么不变又能随缘 真心不变吧 但是它能够寻缘起种种的万法 所以说妙七大而各众法界 七大是楞严经里面所说的 这个也是归纳 这个整个法界当中万法 就是地 水 火 风 空 剑 事 这叫七大 所以七大呢 实际上也是跟四科一样 只是不同的对法的分类 那么这七大呀 是各自周边的法界 一依法都周边法界 比如说地大 法界都有地大 水大 法界都有水大 周边法界 那么 自信里面的 这个 是空气的 但是它能够 现在这一切法 一切的像 零零种种 千差万点 这就讲 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的道 譬如是像冰跟水 冰是水变成的 对吧 水 如果温度调到零度以下 就结冰 接着冰呢 就有各种形状 你可以做各种冰雕 雕成人物也行 雕成动物也行 雕成山河大地 什么景象都可以 但是这个千差万别的像 它的性是唯一的 就是这个冰 冰就是湿性 也就是水了 化学 这个元素就是 两个氢 加了一个氧 三个原子合在一起 HRO 这就是水 就是这个性 那么 讲到性 只有唯一 讲到像呢 那千差万别 但是像呢 却是性中 所献的像 那 这个性呢 也是像中之性 所以过去 欧一大师之前呢 这个教下 有两大派 互不良力 一个就是性中 一个就是像中 像中好像法相为始 性中呢 就是禅了 那么这两家呢 互不良力 为什么呢 就是不能够会通 那么 欧一大师啊 出来 告诉大家 性跟像 本来就是一 不二 性就是 像中之性 像是性中之性 就像冰 冰就是水 水就是冰 冰是像 水是性 这两个哪有说 分得开的呢 譬如 太虚之穷相 不惧法 在太虚空当中 献出种种的 国土 众生 像我们现在知道 地球 是悬挂在太虚空当中 这佛咋就知道 一切国土 都是在虚空当中 所有的世界 都以虚空而建立 那么 这个虚空中 有群像 群像是像 虚空呢 是代表性 这也是做比喻 那一切国土当中 都有虚空 乃至于一个 最小的原子 原子里面 也有虚空 你看原子核 外面有绕的电子 那如果没有虚空 电子就绕不起来 对吧 它肯定有虚空 虚空无所不散 那么 但是 这个虚空无所不散 它没有拒绝发挥 就是没有拒绝 变现出群像 那个像还是会现出来 那用这两个比喻 冰跟水 虚空跟群像 来做比喻 是讲 像跟性的道 实法界 就是这个一心变现 那这个变现呢 有事 造跟理 具 两方面 事向上 那是 有缘起 有缘起 就能够造万物 但是没有造呢 不代表就 没有那个理 理是能 能具有 能变现的 这样的功能 那我们的自心呢 是能够现一切吧 那么就看有没有缘 没有缘 那就不现 不现不代表它 就不能现 是能现 这叫理具 现出来了 就是世光 比如众生 升起一念五戒十善的善心 这就是世造 造什么呢 造人天法界 如果现出 众生 起了一念 贪嗔痴的念头 就造 三恶道的法界 那没有念头呢 没有念头 它还是能够具有 这个能造功能 只是它还没造 没有缘 所以这叫理具 本来具足 一切了 那我们如果念阿弥陀佛 念佛的心呢 一念念佛 这个心就能造极乐世界 能现出阿弥陀佛来 现出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来 要知道这个心是无所不限 它具有一切的功能 就一切的功用 随着我们的念头 变现一切办法 就看我们想要献什么 你想献三个道也行 你想献极乐世界也行 那念佛原通章就叫我们 静念相继 那就是把这个理具的真心 在世上造出极乐净土 造出阿弥陀佛 所谓 所谓 鬼性净土 本性弥同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真心是普遍的寒舍万万 那么 这个每一个境界上 无论这个境界 大致是世界 虚空 还是微尘 都有三地 就是真 俗 中 三地 真地是讲它的这个理体 是恐 本来无一物 但是呢 它的事项上是有的 有就讲俗地 为什么叫俗地呢 就是我们一般凡夫能够理解的 叫俗地 凡夫不能理解的 就是真地 那这个真地就难 为什么呢 空很难理解 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的 物理学意义上的真空 那个真空还是有 可还有个真空 这个空是 不是离开有的那个空 叫第一空 就像我们做梦 就像我们做梦似的 梦境有没有 梦境有没有 你说有吧 它是梦 梦当然是空的 怎么是有的 你说它是没有吧 它有梦境 你在梦境里如果见到老虎来咬你 你是害怕 你留着一身冷 你有不是没有 就是这个意思 空和有是不二的 这个空是离不开那个有 有也离不开那个空 是同时并存 那个梦境是空 但是它又是有 就这个意思 所以心经上讲的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就是这个意思 那个色就是讲其色法 物质的世界 说有 但是是空 说空 但是它还有 就像梦境一样的道理 不仅色法如此 心法也如此的 所以受想的形式一幅如是 这个就是真正的诸法空向第一个 一切诸大成经典 最主要的诠释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一进三进 三地就是真地 俗地 中地 中地就是空有关 就是中地 不偏空也不左右 你才能见中地 这就所谓用 这个真 这个空 假中三观 来观这个一进三地 那么这是讲到心性 就是这样 它能够横辩时须 树雄三进 那么这个辩应该是 这个字错 应该是那个普遍的辩 横辩时须 十方 树立三进 就是过去 现在为难 那么 这个心性 讲到这个空 有 并不是说同时 有个空 也有个有 也不能说 只有空 或者只有有 所以不是并列 也不是个别 那么 依这个心性 而修行 就叫全性 起修 所以首先 你要 觉悟着 这个心性 然后 你修行 就有了方向 目标 目标是什么呢 把这个心性 打开 那么 最后是 圆满 证明着 自己的心性 那么 这叫成佛 所以 依此而修 就成就 自行 因果 因果 有自行 有化他 两方面的因果 楞严经 在大佛顶 就是指心性 因为这个心性 来修 对于 成就自己而言 就是如来密音 修正 如来密音 就是讲到 一境三地的道理 那么 我们呢 依这个 心性 来 修正 这叫做了意 不是不了意 不了意 最后不能见性 了意 才能见性 楞严经 可贵之处 就是让你 先明了 这个自性 然后 依这个自性 来 起修 所以你修的 就是 全在这个性上 全修 在性 那么 依新性来 度化众生 就是化他的因果 就是所谓 诸菩萨万恨 守愣 诸菩萨万恨 就是 讲六度万恨 包括一切的 菩萨的 行人 都是最终 开发自己的 细性 得到的果 就是 守愣言 守愣言 是什么意思呢 是 一切事 究竟 坚固 一切的事项 它本来就是 究竟 坚固 那我们可能 就感觉到 奇怪 我们所见到的 事项 都没有 坚固 你看 人有生老病死 植物 有 生柱 异 内 矿 木 有 成柱 坏 坏 没有 坚固 的东西 那为什么 佛告诉我们说 一切事都 究竟坚固 因为 诸佛 明白这个道 一切事项 都是 心性 所 变现 所以 一切事物 当时 就是 性性 性在哪儿 性就在 相上 你说 水在哪儿 水就是那冰 那冰就是水 又比如说 以进 做气 气气 皆经 拿黄金 做出不同的器皿 做个金碟 做个金碗 做个金合像 做个金的魔鬼像 做金的手镯 金的耳环 项链 都是金 气气皆经 那金在哪儿 金就在这相上 手镯就是金 项链就是金 佛像就是金 随年一物 全是金 气气皆经 所以 一切相就是性 性不能离开相 那从性上讲 当然就是 一切是救金 这个自信是 不生不灭 本不动脑 但是 诸佛才明白 这个道理 而众生就迷惑了 这个道理 所以呢 看到一切的像 只看到表面的现象 就是有 各种生命 那这种生命像 实际上 都是幻化 都是一场梦境 梦境里面 有生有灭 然而 那个做梦的心 是不生不灭 这也是做比喻 做梦的心 就比喻心性 它能献一些法 法有生命 但是心不生多 那你能够 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心性上 不动摇 不动摇 这就是熟了 大地 自己本地 不是修来的地 这不用靠修 因为自信本来就是地 就是不生不灭 不用靠你修才 不生不灭 所以 诸菩萨万恨呢 都是为了修出 这个熟能源的大力 就是明行 见性 那见性就成佛 所以因果妙修 全归信句 这个 依这个信而起修 起得修 有自行因果 有化他因果 这些是修德 修德全是信的 因为修德也是自信中本来具足 所以 修的时候 全修就是信的 全归于本性具足的 只是修的时候 信德就彰显 不修呢 不修信德就不彰显 只有理据 没有释放 所以我们懂这个道理 不能光懂 还得修 不修 那就等不到 就像那个黄金 现在在那个 埋在矿场里面 你没办法把它发现出来 你修它 挖它 才能够让它显现出来 但我们选的这一个念佛源通章 就是用念佛来学 能够信愿实名 求生净土 这就是当下信德的掌心 大家如果做过三世信念 中风国师有这么这样的开示 大家或许要记得 讲到信行愿 三者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 金者但是自信光明显发 就是这个意思 所修的全是你自信本来具足 这叫全修在心 而你明白了自信 就来好好的修 好好的把金子把它挖出来 这就是全信其事 所以这个叫原教的修训 快速 方向 对准 我们的行性 对准成佛 最殊胜 那么以此来划它 这个利用 就是功德利用 也都是以我们的信 就是这个理体 这个忠就是修行的忠序 这个忠呢 就是以这个不生不灭的因果 作为我们修行的忠序 那么不论自行还是化它 都是以不生不灭的自行 众生也是我们心性中的众生 我们度众生呢 度而无度 无度而度 因为这个本来众生就是一进三地 当起就是空 从向上咬是有 那么不落空有两边的就是众 所以不能加拿去 这个真有什么度中生 但也不能说不度中生 自己要细心的去体会 这里头的深秘 不能够只把它当作文字 当作细论 那么 楠言经 缘起是因为阿难尊者 受摩登且女之难 险些破戒 幸好文殊菩萨 以愣言神咒 把阿难救出来 那么阿难就知道自己 虽然一向多稳 但是对于这心性 从来没有能够 弃乎 没有明星 所以 就请问了 世尊 十方如来 得成无上菩提 最初的方便 就是从哪里下手 那佛就给他 指示 问他 你当初为什么要出家 阿难说 我是因为羡慕 佛的向好 佛这个向好 那么清净庄严 绝对不是父母 淫欲所生 但我很羡慕 我也想得到这样的向好 这是迷在向上 所以说出家 动机还不是纯正 阴地不争就果昭予取 所以他就会遭难 你看阿难 这样的阴还不算纯正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明星 明了心 你才能够 找到归家的方向 所以 世尊 就七处争行 问阿难 那你 能见到我这个向的 那个心在哪 就问 问了 这个 阿难也说了 心在内 心在外 心在中间 说了七个地方 佛就一一给他破除 都不是 那么七处争心 争就争问了 实际上就是破斥 他的这个 错误的观点 然后十番显见 就是为他显明 真心之所在 然后 然后为他 这个 这个 立 说 这个 四科 就是五蕴 六路 十二处 十八戒 还有七大 一一地为他 来显示了 这个 如来 藏 妙 真 如性 令他能够开悟 如来 藏 妙 真 如性 就是 我们讲 星星 因为他是 含藏在众生的 妄想 心中 所以叫 如来 藏 他没有显明 但是他没有失去 如同一个人有宝珠 这个 系在自己的衣服里面 这个宝珠是无价之宝 是如意 模拟宝珠 你拿他可以随便随着你的心意 变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你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但是你 不知道自己衣服里有宝珠 你是个穷王蛋 到处去起食为善 非常辛苦 忽然有一天 有一个善知识告诉你 你看看你衣服里就有宝珠 你何必还要去辛苦起食 你忽然发现 原来自己就是一个最富有的人 所以这叫如来藏 我们的妙明真心 就是含藏在我们这个妄想心中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失去这个宝珠 只是忽然有善知识告诉我们了 我们就发现 这叫敏心 那阿南呢 敏心 也就是开悟 开悟了 虽然他还没断烦 虽然还没有成就无上不息 但是他已经是 完全知道归家的方向 知道这路怎么走 决定能走到家 我们众生呢 没有明心之前呢 根本还不知道方向 还搞不清楚东南西北 不离乎 不离乎土 那么 阿南 阿南明心 就是开悟之后 要怎么修 这就是重点 要悟后其修 你知道这个家在哪了 你得走 走到家 你不走 你不挪顾 你就走到家 所以佛就施令 二十五位圣者 来各个说明 他们怎么能修正 人同 那么这二十五位 其实就是根据 这个十八戒 和七大 合在一起 六根 六尘 六式 七大 就是二十五个圆通 那么 陈述圆通 就是讲修行的方便 这个方便呢 无非都是 帮助我们 证得 我们的心性 那二十五圆通当中 哪一个圆通的法门 最适合 苏婆世界众生的根性 二十五圆通 讲完之后 文书菩萨出来 拣选圆通 是替我们苏婆世界众生 来调 调了个耳根圆通 是观世音菩萨 所说的 那为什么耳根 圆通最适合我们这一方呢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根性 是耳根的嘴 眼睛 能见 但是眼睛这个根性不如耳根 比如眼睛 只能看前面 看不到后面 耳呢 耳是能听四面八八 隔墙它有耳 就是能听墙外面的什么 那你眼睛就 隔张纸都看不见 所以眼根就不如耳根聪明 换句话说 你看未必能看得懂 你听能听得懂 所以为什么要听经 就是这么说 听经容易明白 阿难也是听经就去开悟 所以真正呢 你想怎么开悟 你得闭上眼睛 专心的行 都设六根 就只用最立的耳根 这就能够开悟 那这里为什么我们不讲耳根原通章 偏偏挑着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原通章 那其实念佛原通章 它也跟耳根原通章很关联 你怎么念佛 最重要的是用你的耳根来念 怎么用耳根呢 你这句佛号念出来的时候 耳要听得清清楚楚 你听得清清楚楚的时候 说明你没有打往下 那你的真心就显现了 因为你的真心 你的如来藏妙真如性 就是藏复在你的妄想心中 因为你有妄想 所以这个心性就不能显化 那现在呢 我们就用了念佛法来 加上耳根原通 这句佛号从口里念出来 阿弥陀佛 耳朵听进去 阿弥陀佛 字字分明 句句清福 这就是不打妄想 不打妄想的时候 那就是用真心 不是用妄想 那你的如来藏妙真如性 当下就显现了 所以这个法门最殊胜 直截了当 所以我们不能把 大势志的念佛言通章 跟观世音的耳根原通章 拆开成两个法门 拆开两个法门 当然也可以 就是观世音的就是禅宗 大势志就念佛了 但实际上这两个不能复 和尔维一 就是念佛善用耳根 射心专念 射耳定体 这么来念佛 那就是能够将两位大菩萨的法门 和尔维一 这两位大菩萨都是极乐世纪 阿弥陀佛所无数 七方三圣 那他们俩实际上 都是在宣扬净土法门 那这二十五通 二十五元通的排列顺序 按照正常顺序 就应该六根六十 六尘六根六尘六十 绑到七大 这么排列 但是这两位大菩萨的 这个法门排序 就不按正常排 他们俩排的最后 大势之菩萨排第二十四 观世音菩萨排第二十五 那么观世音菩萨 本来应该排第二 六根当中的 眼耳根是第二 但是它排到第二十五 很明显 大家都认为这是特殊法门 因为这调的次序 调得太大了 很容易看出来 但是没有人发现 原来大势之菩萨的胜讯也掉 只是没那么明显 因为大势之应该是七大当中的 箭大 也称为根大 这是地 随 火 风 空 箭 这个箭 然后到式 式是迷了菩萨 空大是虚空葬 它应该排在虚空葬之后 弥勒之前 然而在经文当中 它调到弥勒菩萨之后 也就是弥勒排在第二十三 它排第二十四 观世音是第二十五 这个顺序调得因为幅度太小 只是跟弥勒菩萨调个位而已 很多人就比小估计了 没想到这也是个特殊法律 那么大势之念佛源通 它是普遍的弃十方世界十法界众生的东西 因为经上讲过 释迦牟尼佛说 我自己成佛 乃至于贤解千佛成佛 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成佛 都靠念佛三位 换句话说 都修大师之菩萨的念佛源通 那 楞严经里面也这么讲 不管是观世音菩萨 修耳根源通成佛 其实十方诸佛也是修耳根源通成佛 那这个又不是矛盾了 到底十方诸佛是修念佛成佛 三位成佛 还是修耳根源通成佛 其实这两个是一不是二 是修耳根源通念佛三位成佛 换句话说 就是你老老实实把佛号念出来 耳朵听进去这么成佛 持宁念佛 这是念佛三位当中最凶盛 叫做尽重尽入境 十方诸佛都以这个成佛 无上不及 那么所以他两位 其实讲的就是同一个法案 你把它拆开了 那就好像无价的宝珠 把它劈开两半 本来价值连成 现在价值就大大降低 劈开两半 绝对不是说价值除以二而已 本来宝珠可能是一百万的 你劈开两半 可能每半只有一万 没人买了 合起来它是最殊胜的吧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实际上也包括了观世音菩萨 那么你能够证得圆通了 就能够得到两种殊胜 观世音菩萨讲的 这所谓圆通就是证得不胜不灭的真心 先是入流往所 入法性之流 就是入到你心性中 这叫入流 换句话说 我们首先要明这个心性 然后修行就对准这个心性来修 这叫入流 往所 把那个锁给挂 什么是锁呢 比如说耳朵听外面的声音 耳是能听 外面的声尘是锁性 那你现在不要听外面的声音 你反闻 闻你自己的心性 这叫往所 把外面的那个锁闻的声音给挂掉 放下 这叫入流往所 那么一直往下修 能锁 不断的破 破到最后 只剩下生灭之相 这个生灭都要灭掉 生灭灭以继续形象 这就是不生不灭的心形象 那我们呢 念阿弥陀佛就是这么念 首先知道 我们这个能念的心 就是我们的如来藏 妙中如性 这很重要 谁在念佛 禅宗总是有参化佛 念佛者是谁 其实就是 让你能够明白 那个能念佛的就是你的心 你的真如本性 你的如来藏妙真如性 古代的是用这么一句 当你念佛的时候 念着念着念着 一心不烂了 忽然问你一句 谁在念佛 你就能够明自己的信心 那不懂的人呢 他不去念佛 就在那里苦餐 念佛者是谁 这个就是他错了 这个祖师大德 不是对一般人来问的 是问那个念佛的人 你的不念佛 他问你念佛 找是谁干什么的 那是没有意义 所以首先要念佛 要念到一心不乱 什么妄想都没有 这时候 有三知识 一下提思 你就突然把妄想发现了 生命灭移 即灭现前 就是你那个生命心没有 原来能念的心就是佛 念佛者是谁 就是佛 谁在念佛 佛在念佛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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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念佛 念成佛了 这是最妙的法门 所以你明这个心 然后全性起修 知道这个能念的心就是佛 那怎么呢 还得念佛 这全性起修 修呢 就是修在这个性上 念阿弥陀佛就念 就是这个佛 念佛就是念心 念你自己的真如本心 心和佛是多二 这就是无上神妙禅 很多人认为禅很高 实际上不知道念佛高 念佛说 大吉经里讲的无上神妙禅 是妙的禅 神的禅 无上的神的妙的禅 但是潜人总把它当作潜法来看 这就没办法 所以大势之菩萨智慧第一 他就能够念阿弥陀佛 当然这个念佛念到圆通了 就是把心性念出来了 你就忽然得到两种呼声 一者上和十方诸佛如来 本妙举行 二者下和十方六道众生 上跟中佛同一慈念 下跟众生同一悲养 也就是你能够念念成佛 而且念念故法 无量无边众生 有观世音菩萨 因你何神得度者极限何神而为生 千处祈求千处命 当然修圆通 这个法我们知道 那修的过程 那我们要知道如何防范 这个偏差 所以楞严经下来 讲完圆通之后 就讲四种清清明会 就是让我们要延迟戒律 所以戒律不容忽视 你戒持得不经言 你想修正圆通 无有是处 十方如来 修正都是因戒得定 因定法会 没有戒作基础 定会是家里 没有戒的定叫协定 没有戒的会是狂会 那就是成为魔外 魔王外道 纵有多智禅定现前 必落魔道 或者是落入妖道 或者落入神道 反正就是妖魔鬼怪 修到最后就变成妖魔鬼怪 所以四种清净明会 佛殷勤地劝戒我们 所以要戒成聚集 成就是讲我们的忠诚 圆通是属于忠诚 就是修定 法会 但是戒也很重要 要双广齐下 都要非常重视 那么楠言经就 给我们安立道场 就是剑坛场 念楠言咒 楠言咒是密 显密 互相资助 这样能够 就是剑刺地修正 熟楠言咒定 那么楠言经讲了55位 55个位次 那么也有讲60个位次 那这些位次呢 说位次其实也都是 完全都是我们自信 不离自信 所以呢 这个 纵然是刚刚开悟的 罗兰一样 还没入位次 他已经是 这个明了自信 那么修成之后 也只不过是把这个自信 圆满彰显 那么楠言经 讲完四种清净明慧等等 还有各种菩萨的位次之后 还给我们讲了七趣 就六道加个仙趣 仙道 他这些像状 让我们明白 迷失了大佛顶的真心理体 就要虚受轮转 但是受轮回 见到种种的相状 那都如同虚空之花 没有真实的 像我们眼睛有了毛病 看到了外面的空中 好像有花 实际上是你自己演花 外面空中没有花 你病好了 花好像灭了 其实它本来没生 哪里有灭 我们见到六道的这些轮转的相状 其实就是如虚空之花 那时间也真快 还市民还没讲完呢 好了 所以下面我就略说 那么七趣讲完了 就讲五魔 五十种阴魔 主要让我们防范书行中的这些魔障 所以整部楞严经 可以说是世尊一代识教的精髓 是成佛作主的密样 无上原顿打法的指规 是三根普遍的方便 普遍 上中下的根性 都可以照顾到 这是无殊胜的方便 是超过全教小城的殊胜法 是摧拂魔王外道的十项正硬 所以能够这么切入的话 那灭业战就非常的殊胜 把大地就翻转了 业战一下就能消灭 依此而修行 成就土体就易如反党 那么这部经的经名 是以人法为名 这个法呢 是有因有果 这个像 这个大佛底 是这个性 就讲性起的法 那么如来是人 密因修正了意 万恨庄严 是修法 所以有性修 二法 那如来是果地上的人 诸菩萨是因地上的人 所以这个经题合起来 是七种立题当中 人法立题 当然它略间有欲 就是里面有辟欲 那么佛顶是辟欲 佛顶门放光 像《楞严经》上讲的 在诵楞严神咒之前 佛从顶门上放光 这是辟欲 表众生本具性德 能显出光 那么这是经的经题 那张奇呢 是大势至菩萨 念佛原通张 大势至菩萨是人 念佛原通是法 张奇也是人法立题 好 今天呢 就先将这个 荆题 跟大家 简单讲过 明天呢 我们再把剩下的内容 再继续说明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